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想法是不完全正确的 出门在外总得和别人交往 如果把身边的人都当成是敌人 那么自己也会很难受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身边有几个互帮互助的朋友 做任何事情都更有把握 起码有一个商量的地方 只是在交友方面需要慎重其事 别把真心给错了人 交朋友的时候 如果对方有这四个特点 往往靠不住 一 把帮助别人的事情当成随口一说 每个人都需要求助别人 在求助的时候 首先就会找到最值得信任的人 然后再去找一些没有把握的人 有的人不管谁求他办事都会满口答应 给别人一种很亲切 很谈得来 很善良的感觉 当你苦苦等待他回复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的记性特别不好 随便就把自己满口答应的事情忘记了 上个月的一天 我打电话给一个在房产部门上班的朋友 向他打听一下农村房屋办证的事情 他满口答应 第二天给我回复 昨天我发微信给他 他也没有回复 也许他真的是贵人多忘事 也许在你的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 他说话不动脑筋 从来不会拒绝别人 其实真正靠谱的朋友 是不会随便答应别人的 因为他在答应别人之前 要考虑清楚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要看看自己能否办得到 如果他办不到 他就会拒绝你 被人拒绝的滋味不好受 被亲戚朋友拒绝 往往会觉得他太不给面子了 真的不会做人 连顺手人情也不愿意做 当你觉得拒绝你的人很奇怪的时候 你忽然发现 这样的人其实是靠谱的人 他只要是答应了的事情 就一定会尽快做好 并且主动给你一个满意的回复 如果他拒绝你 多半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刻意伤害你 在常人的眼里 求人帮忙 对方理所当然要答应 不能拒绝 否则就是一个不讲感情的人 因此靠谱的人常常拒绝别人 显得很奇怪 不合常理 事实上靠谱的朋友就是一口唾沫一颗钉 不轻易答应人 但是答应了就一定会有着落 二 把得到帮助的事情当成理所当然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帮助了同事 但是同事却把很多的工作都推给你去做 让你不知道应该拒绝还是接受 长子以往你的工作任务多了 慌乱中就会出错 并且加班加点的时候越来越多 人与人交往应该互相帮助 但是更需要礼尚往来 需要学会感恩 如果一个总是帮助别人 却没有得到一点点回报 对方还是烂泥半糊不上墙的人 那就会令人心寒 我们村里有一个单身汉 五十多岁了 一个人堵居在低矮的土砖屋里 有好心的干部来帮助他 还有本地的种植大户来帮助他 可是单身汉却什么都不愿意做 还常常打电话给好心人 要别人拿钱给他 去年种植大户开来了挖机 帮他开啃了三亩果园 还送来了桃树苗 但是过了几个月 桃树苗一直摆在墙角 落地生根了 但是汉从来没有去种桃树 总有一些人又懒又穷 你就是拼尽全力帮助他 也没有用 他反而觉得你给他的钱太少了 对他的帮助不够持久 想一想 和这样的人做朋友 真的是浪费时间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一些社会上的弱者 你只要和他做朋友 帮助他 以后他有出息了 也会成为你的人脉 但是不懂感恩 好吃懒做的人 你就是钱花不完了 也不要给他用 要远离他 三 把伤害别人的事情 当成阵阵有词 我们在与别人交往的时候 都希望能找到一个比较热心 而且在交往方面比较积极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 其实他们的性格会比较外向 跟他们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也会比较觉得自在和轻松 可是对于有一种人 我们一定要怀有戒心 那就是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他就对我们特别的好 可能你觉得自己身上 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吸引对方 但是对方可能就莫名其妙的 对你特别的热情 这种时候 我们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对方很可能 只是看中了你身上的某一个点 觉得在你的身上 可能是有利可图 但是我们自己本身 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特点 我不排除有的人 可能真的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他可能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就觉得跟你特别的投缘 所以才会对你特别的热情 但是这种状况 其实占的比例真的特别的少 比方说 一个想要开公司的人 不断向朋友借钱 他还承诺给很多利息 或者答应别人入股分红 但是他借到很多钱之后 人就失踪了 成为了大骗子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和朋友相处 不管对方是谁 都要加强防范 不要轻易把别人 当成百分百信任的人 这个社会上总有一些人 先做老好人 后做恶人 通过取得别人的信任 来成就自己的事业 朋友就成为了垫背的 与人交往 发现有的人 在任何事情上都喜欢狡辩 都会找到犯错误的理由 那么他肯定是不靠谱的人 靠谱的朋友 万一伤害了别人 会主动承担后果 也会积极挽回损失 而不是为自己找借口 推卸责任 四 把吃吃喝喝的事情 当成人生理想 吃吃喝喝的饭局和酒局里 最容易结识朋友 去年夏天 我参加了一次 本地的商会活动 在吃饭的时候 不仅结识了一桌子朋友 还和临坐的很多人 成为了朋友 大家互换名片 还在同一个群里聊天 可是过了几个月 我发现 翻开那一打名片 里面的人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万一有事求他们 或者再一次遇到他们 我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吗 多半是不能 后来我把那一打名片都扔了 说实话 在拿到名片的那一刻 我还是有些小激动 因为他们都有总经理 董事长 创始人等头衔 大有来头 吃吃喝喝的地方 当遇到了朋友 多半是一面之交 一杯酒的朋友 很难成为长期朋友 并且喝酒之后的话 都是虚伪的话 靠不住 不可信 聪明的人 已经远离了吃吃喝喝的圈子 常常回家吃饭 俗话说 朋友多了路好走 这话不假 但是有以上四个特点的人 不是朋友 甚至连熟人都称不上 做人学会靠自己 然后再去靠朋友 如果没有遇到真心的朋友 宁愿一个人独来独往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您的留言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